講應的程度是遠遠超過你面對中國的公安部 大概這三個結論 還算客觀吧 好 謝謝 謝謝 你把茶端來我就不好意思再講 我們喔 就按照這個提案來處理好不好 那針對第一個提案 對 現在是第一個提案 那個主席啊 因為現在這個提案 這個提案現在提案的人都不在 只有你主席在啊 是 那你主席作為一個提案的人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你們認為到底要提高到什麼樣的行動 你們才覺得滿意啊 我們沒有 好 謝謝你給我機會講話 那我們認為就是要請法務部 就正在把它修正 請法務部研究 然後再提出這個報告 研究之後提出報告 要不要針對這個修法 好 修正 如果 所以我還是尊重在座的委員 這個提案 要不要這樣通過 修正 我是這個連署人 所以我們 按照這樣子修正之後 對對 那另外就是 第二段 第二行 那個單位是要改成機關 這樣子 在座的委員 有沒有其他意見 這樣子 我再唸一次 就是說其他的文字不變 第二段 原始為有效嚇阻 國際詐騙集團蔓延 政府 瓜胡 法務部 外交部 內政部等相關機關 應會同 積極與世界各國簽訂司法互助協議打擊 跨國境犯罪 並 建請法務部 會同 會同 內政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針對跨國電信詐騙案 研究 提高相關法規之行度 以有效嚇阻不法 並維護 國格國語 是否恰當 敬請公爵 這個 不好意思 我又跑上來了 我再請一下 我沒有看到你 我再請一下羅部長 這我是認為 請一下羅部長 不好意思 這個 這只有兩分鐘 兩分鐘 兩分鐘 現在再來我們的發言 每次發言 這個最多五分鐘 我一直舉手 你都沒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簡單跟你提 你現在 講的這個菲律賓14人這個案子 我去把它查出來 你知道嗎 14個人說 你說 我們檢察官好不容易查清楚了 然後交到 不曉得交到哪裡 被放走了 你可能沒有講法院 也不曉得是不是檢察官放的 我就把它查到了 第一審是在桃園地方法院 最輕的判四年九個月 最重的判八年兩個月 這個你說的被放走 就這樣放走了 好像講的好像這個檢察官查完了 法官這樣欣賞欺欺欺欺 除非我講我們講的是不同的案子 菲律賓14個人的案子 第二審 高院判了 14個人裡面有兩名是無罪的 但是的確到了高院 刑度是減輕了 最輕是一年四個月 最重是三年八個月 最輕的是五月 你們手上的資料跟我一樣嗎 應該是一樣 那所以你所說的被放走那個就是兩個人嘛 14個人裡面的兩個人判無罪嘛 對不對 那這個案子你們檢察官有沒有上訴啊 蛤 檢察官有沒有上訴這個案子 就是二審確定 大七罪是二審確定 對啦所以確定了嘛 所以確定就是14個人裡面 最輕是一年四個月 最重是三年八個月 然後呢有兩名無罪 所以你這個在描述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講得清楚一點 不然的話司法院 這個承受蒙受不白之冤啊 你說人就把他放走啦 確實有兩個無罪 喔喔喔喔喔 確實有兩個無罪 所以14個裡面有兩個無罪 可是你講起來是變成天下的這些 跨國詐欺犯都無罪啊 還有別批啦 還有別批 還有哪幾批你要不要一遍的講 我們要不要開一個這個專案報告 我們從頭來好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所指控的 你這樣的指控 其實是很隨便嘛 對不對 你也沒有講兩個人 我相信你在講的時候 你大概也不知道有幾個人無罪 就是你有個印象就是 啊他們就放走了 所以就舉了14人這個例子 即便經過上午 你中午也沒有做功課 你也沒有再去查 或者你查了 你不肯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還要再去查 是這樣嗎 不是中午我根本沒時間查 沒有時間查喔 你很辛苦啊 齁 那所以你做指控的時候 你也不用先查 不是我沒有做指控 我沒有想要找幾個方案 我沒有做指控 我沒有想要 去那裡 我倒露 我只是想要 你一直覺得說你是對的 我們大家要誤會你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有一個問題點在哪裡嗎 你的問題點就在於說 我們所有的案件 刑事的案件是無罪推定 但是你是用有罪推定 你是用實質正義 這就跟上一屆 我們兩個在電話裡面吵架的原因 我說程序正義比實質正義重要 你跟我講說 實質正義比程序正義重要 你們這些人就是把那些壞人放走的人 所以呢 事實上你會看到的 今天你剛剛你在回答段友言 你在講說 你依照中國所講的 因為這些人然後在那裡架設這個 然後詐騙中國的廣大的這些的受害者 然後呢有多少的幾億的錢受害了 請問你這些的事實從哪裡來 報告員我都說是存疑 我並沒有有罪推定 存疑你剛才你前面只是講說涉嫌人 怎麼樣 那請問這些的事實的建構 是誰建構給你的 誰建構給你的 我們現在沒有資料啊 你沒有資料 你怎麼會有這個事實 你所說的事實 是他們所說的 他們是誰 我們要存疑大陸啊 大陸沒有錯嘛 所以就跟剛剛的我們的段友言所講的嘛 你在你的聲明裡面 只是沒有寫說 依據中國的公安所給的說 這些人在肯亞 我沒有講他涉嫌 你涉嫌你只是涉嫌人 我想今天如果我就說好今天我們的部長 講了一堆的 就是說你今天怎麼樣怎麼樣 這是也是說虛構的 後面我們還講涉嫌啊對不對 不是真的啊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什麼叫做無罪推定 無罪推定 包括你這些事實 你沒有證據 你就不能夠去講說這個事實是怎麼樣 我沒有講他是 就是確定犯罪 我也只說涉嫌 那涉嫌我要問你的 涉嫌的這個事實是從哪裡 所謂的涉嫌事實是誰建構的 第一個不是肯亞對不對 是大陸建構的 好那我請問你 今天大陸他要人 他跟你建構這個事實 說我有多少的人受害 所以今天依照屬地的原則 所以應該要把人送到中國來 請問你們法務部 有沒有去跟中國 要說他到目前為止 第一個 他的犯罪事實是什麼 第二個他所犯的法條是什麼 第三個他有什麼樣的證據 這個證據包括說 到底有多少的被害者 到底有涉及到哪些的省份 到底詐騙的總委有多少 資金的流項在哪裡 查扣的犯罪資料在哪裡 等等這些什麼資料 我問你你有拿到什麼資料 我報告委員 我們的書面不是已經寫了嗎 這些委員提的就是我們要跟他要的證據資料 所以你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你就用中國公安的這些他們建構的事實 來在我們台灣 在一直在講說 受害者在大陸 你怎麼知道受害者在大陸 你怎麼知道受害者沒有在我們台灣 我們質疑他所以我們跟他要資料啊 那這裡就是說你質疑的話 你就不能夠替中國建立建構 所謂的涉嫌事實 你把你把中國公安所建構的事實 所建構的涉嫌的犯罪事實 拿來在台灣 然後在台灣一直在主張說 這些壞人 他們到台灣來 因為他們我們台灣沒有管轄權 所以呢他們一下飛機之後 我們就必須放人 所以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恐慌 甚至已經有人在網路上流傳 我們台灣所謂的詐騙產業 揚敏事件 所以這裡第一個 你一直在講的就是說 好這些人剛剛這個 這個段委員講到說 菲律賓案14個人 法院判決兩個人無罪 你一直在認為說 法院判決這兩個無罪 就是輕判 你怎麼不覺得說 這兩個人根本就沒有犯罪的行為 是被誤告的 對不對 所以呢你今天沒有任何 任何的證據 就先未審先判 覺得說今天所有送到中國去的 全部都是壞蛋 但是你也知道 今天在跟我們求救的是誰 是這些的孩子的媽媽 他說他的孩子 只是到南非去旅遊 只是住在那一棟飯店裡面 然後就全部被帶走 全部都認為是那個共犯 所以這些人 你認為說 所有的人全部都是共犯 全部都是壞蛋 全部都是詐騙集團 我們沒這麼說 那你沒這麼說 你為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是說 第一個 今天遇到跨國之間的問題 你第一個要 依照的管轄權 依照要什麼 就是依照國際法的規定 所以我們跟他要人啊 國際你什麼時候跟他要人 我們4月8號 第一天就去跟他要人啊 你4月8號跟他要人 我們看你的信用稿裡面 從來沒有要人 而且這裡就 來 我跟你講 剛剛為什麼段委員一直在質疑 就2月16號 2月16號的那一個 座談會的這個重要性在哪裡 因為呢 外交部提到說 針對國人在大陸地區犯罪後 跑到第三國 外交部最不希望發生的是 該人具有我國的國籍 當第三國締結回原屬國時 該人的原屬國會被認為是 中國大陸 因此外交部處理失戀案件 基本上是做政治考量 把人帶回來以後 有後續的強制處分 人身自由的問題 故希望透過此次會議 建立通案標準 若非一定由台灣管轄 對外管人員及民眾 還要多做教育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依照外交部 非常的清楚 因為當有這種跨國的時候 必須要依照國際法的一個規定 國際法的規定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主動屬人的原則 當然他的國民是屬於我們的話 當然就應該 第一個優先就是 一定要把他送回來台灣 所以外交部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處理 但是呢 外交部呢 就是說因為各國 因為我們的各個部會有不同的意見 大概就你們法務部有不同的意見吧 所以他說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會議 我們把SOP建立起來 那如果大家今天的結論是說 那不一定要送回來台灣啊 可以送到中國去啊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外交部就要去跟他們的外管人員告訴他們 以後第一個時間 不用主張說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有司法管轄權 所以呢先把他送回來台灣 反正呢中國呢 依照屬地主義呢 先送到中國去 沒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那一天開會的重要 重點所在 這是這是會議紀錄 那委員 會議紀錄裡面還有內政部移民署這一段 好你先聽我講 我一個一個分析給你 有委員控制一下 好 外交部非常清楚的 就是這一次召開會議 為什麼要把所有的部會找過來 就是希望說大家口徑要一致 大家態度要一致 所以呢站在外交部的立場 當然他一定要是要所謂的 原屬國 當然是我們中華民國 絕對不是中國 所以中國一定主張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的人民 當然屬於中國的人民 所以他們一定要去 所以在這一次 中國跟南非要跟肯亞要人 他就是用這個理由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依照你所講的屬地主義的話 那就應該要把所有這幾十個人 全部送到中國去 因為裡面有中國人 有台灣人 還有泰國人 但是他們把泰國送回泰國 把台灣人送到中國去 把中國人也送到中國去 這就是你的屬地主義嗎 我們不知道他為什麼把泰國人送回泰國 可能是因為他沒有騙大陸人 因為他只會講泰國話 那是因為人家泰國 懂得主張說 泰國人當然要回到我的司法管轄權 泰國人可能是從泰國去的 因為驅逐出境都是要驅逐到他的出發 泰國人從泰國去的 我們這裡面 由他們來求救的 這些的孩子的父母 講說他的孩子就從台灣去的 那這些人為什麼不送回來台灣 這些我們都要查證 因為兩方說話不同約到 你的犯罪事實不用查證 就引用中國公安的 沒有 我們的孩子的媽媽在那裡呼籲說 我的孩子去 橫亞旅遊 然後就被人把他送到中國去 你在查證不用把他送回來 委員 犯罪事實我們也說要查證 我們從來沒有說不要查證 但是你就先引述人家的犯罪事實 你為什麼不引述我們孩子的媽媽講說 我的孩子是從台灣去的 他是去旅遊 他不是去參加這些犯罪集團 報告委員 就像在三天前 香港跟我們要三個殺人犯的嫌犯 我們一樣把他送給香港 他也沒有提確切的證據給我們 基本上世界上共同打擊犯罪 那是香港人不是嗎 那今天我們的孩子 今天我們的孩子不是台灣人嗎 不是 不是我們中華人民人民嗎 是中國人嗎 當然不是大陸人 他當然是台灣人啊 他台灣人為什麼不是送回來台灣 我們有要求啊 你有要求 到今天大家在生氣的就是 外交部有要求 這個陸委會有要求 就是只有你法務部沒有要求 你法務部在第一個時間 居止在講說屬地主義 而且在2月16號 這個4月6號事件還沒有發生之前 其實都已經 這個這些事件在去年都已經發生 2014年就已經發生了 所以才會去做這樣的一個決議 好 你剛剛講說 好 你剛剛講說 民族我先念陸委會的給你聽 陸委會告訴你什麼 國際人犯的引渡涉及主權象徵 這句話夠清楚了吧 若涉及陸方因素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 我國有管轄權 因此陸委會的立場 還是優先將國人交涉回來 受司法調查及審判 這樣的做法也符合目前司法實務 所以呢陸委會的態度 非常非常的清楚 在那一次的會議 我們看到 外交部 他們以往的做法也非常清楚 但是他因為發現說 有其他的部會 態度不一樣 所以他提出來說 希望透過此次會議 能夠建立一套所謂的通案標準 如果說 我們的通案的標準 是以後不一定要把人送回來 那他就要去跟所有的外館 跟人民做教育 以後 中華民國的人民 在外國犯罪 你呢 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 不會保護你 會先幫你送回到中國去 這就是你的通案 所以我們來看看你的結論 沒有人要這樣說 或這樣做 好 來看看你的結論 對不對 陸委會很清楚 因為國際人犯的引渡 涉及主權的象徵 好 但是你的結論呢 我們來看看你們法務的見解 原法務部呢 那 你們說 有關於兩岸關係 對我國公共利益的影響 你裡面完全都沒有提到 我們所謂的主權的問題 我們所謂的司法主權 司法審判權的問題 你完全沒有 你完全在講的就是說 欸 裡面我們只要是 依照屬地原則 依照最便利法庭的原則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以後呢 我們的外交部 你也去做這個 所謂的教育訓練 告訴大家 依照屬地原則 依照最便利的原則 法庭 便利法庭原則 所以以後人不用送回來 不是這樣 報告委員 不是只有中華民國有主權 別的國家也主張他們有主權 所以你在替中國主張主權 不是替我們中華民國主張主權 我沒有這樣子講 我說別的國家 包括各個外國 所以人家泰國會主張主權 把人家送回泰國去 只有我們台灣不會主張主權 把人送到中國去 把人送到中國去 還在這裡強詞奪理 我們送的嗎 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我們是去跟他要人 你去要人 我們就看不到 你所有要人的資料在哪裡 有啊 我們第一天就去 跟他聯繫 就跟他 今天幾號了 今天幾號了 我們講的第一天 4月8號知道的當天 好 委員時間 那再回到 回到我們的這個提案好了 好 提案 這裡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同意 這樣的一個提案在哪裡 因為呢 每一次事情發生 那就不要通過嘛 就每一次事情發生 然後就把責任推到立法院 就是因為那個法的刑度不夠 不管是這個小妹妹的案件 就說因為沒有判唯一死刑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事件 所以今天發生這樣的一個 跨國的這個詐騙集團的事件 所謂的跨國詐騙集團的事件 然後就開始回到說 哎呀 因為我們的法律規定的 這個刑度太輕了 所以應該再增加刑度 可是這個法就像剛剛顧委員所講的 這是103年耶 對不對 還在我們上一屆的委員會通過的 院會通過的法案耶 那如果說那個法案 那時候也是你當法務部長喔 對不對 我們把原來的詐欺罪 這個對不對 清了罪把它變成 就是為了這所謂的組織犯罪 這種所謂的電信的犯罪 所以呢把它刑度提高到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喔 那如果你覺得說 對 好 這個有委員 那是 這樣我們清楚了 就是說這個法已經有修過了 你的意見 我們也都聽得很清楚 所以針對提案A 大家因為有不同意見 所以我們就不宜通過 好 是 針對提案A的部分 因為剛剛提到那個菲律賓案的判決 我覺得在這個委員會 也要正式做成一個紀錄 來瞭解說 當時 羅部長一直提到這個菲律賓案 到底是適用舊法 還是適用103年 是啊 那個是舊法 我們都聽得很清楚了 對 剛剛所提到的那個 菲律賓案是適用舊法的時代 是 所以在適用舊法的時代 他都可以判到三年多 對不對 最後嘛 是不是 那 所以現在這一點 還是要請羅部長正確的說明一下 那 在103年之前 舊法的時代 是 是屬於一般詐欺罪 對 那麼在103年修法之後 已經 修法了之後 對 那麼按照 現在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這個行度 對不對 是 那 他認為 他把菲律賓的這個案子 拿到了現在這個時空 可是他又不去明白的告訴國人說 那個案件的判決 是在修法之前 然後呢 我想我們委員會今天已經 明清這個事情 我們還是要正式的請羅部長說明一下 那現在已經 103年已經修法通過了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而且當時也是尊重 法部提出來的修正草案啊 那他今天有什麼理由在跟我們 在那邊 一直跟人家強調說什麼可以 現在這個法還是可以 電信詐欺還是可以一顆罰金 現在這個法還是判得太輕 我沒有講現在 我沒有講修法法 那你現在上來 我還是要 我認為要正式列入紀錄啦 因為現在所有的主流媒體 都在那邊報導說 我們的案子就判太輕 我們的案子可以一顆罰金 我們的案子沒有辦法有效的制裁 那你們當時提出的草案 到底有沒有辦法能夠達到有效制裁 電信判罪嘛 你要有一個清楚的說明啊 你不要在那邊含無以對啊 好 請羅部長清楚的說明 我們原來的舊法 跟現在的新法 有什麼不同 是民國幾年開始 原來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改為七年以下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樣子的時機點是在什麼點 那現在按照這個新法判的刑度 那就不可能有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那些報導 請你明白的把這個說清楚 他列入紀錄 對 雖然說他不能一顆罰金不能拘役 但是可以判緩刑 所以緩刑的話 一樣是人們的 針對這個我們修法是民國幾年 我現在請部長麻煩說一下 103年以前 是什麼法 什麼樣子的規定 103年以後是什麼樣的規定 麻煩你一個法務部長 做一個刑法 草案 或者刑法 提出任何的法律案 的一個主管就要你明確的 明白的告訴我們 教育我們一下 因為我們不懂 麻煩你告訴我們一下好不好 其實早上都已經講過了 這個修法 你就當我們路順吧 你不懂 103年修法之後 339條之3 是輸入電腦設備罪 它是七年以下 然後339條之4 是貿用官署 三人以上結夥 網路電子 利用網路電子通訊 炸其實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這些都以上均不得一顆法金 但判六個月以下 可以依附社會勞動 最低是一年以上 怎麼會有判六個月以下 部長 你為什麼每次講話 都要來一個狗尾續雕一下 這個是講法律的 對啊 它最低刑是一年以上啊 它有一條是七年以下 沒有一年以上 339條之4嘛 339條就是我們今天一直在討論 今天我們一直在討論電信詐欺 我請問一下部長 339條之4 在電信詐欺案子 是不是可以用到339條之4的第三款 對 對 那339條之4是不是一年以上 對 那339條之4的判決情況 用這一條判決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再判到六個月以下 如果沒有減刑的規定的話 對 有減刑才 還有 有減刑的時候可能 也就是說它最低刑度就是一年以上 對不對 所以它只要騙一個人 就可以判一年以上 對不對 如果它判十個人 它訴罪併罰的結果 一罪一罰 罪刀可以判到多久 30年 那你認為 這樣夠不夠 我沒有認為它不夠啊 所以要求修法 好 這樣很清楚 感謝羅部長 感謝羅部長 感謝羅部長到現在為止 唯一一個清晰的答案 好不好 那 這個 好 針對提案 我們這個 針對提案 第一提案 我想要請問部長 因為部長每次的回答 總是會留下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現在羅部長是針對我們339條之4 一年以上 但是 審判的結果 有可能判緩刑 所以部長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些詐欺犯被判了緩刑 這個是不應該的 我沒有說不應該 我只是說它可能怎麼判 對 所以如果 部長 一直照你今天的這樣一個邏輯 這樣一直順下去 你就是認為說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法 它規定的 它是用 所謂用金錢 五萬塊人民幣以下 是五年以下 啊 五萬塊人民幣以上的 就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再更多的 甚至會到無期徒刑 所以部長你是很 喜歡這樣的法律 那你覺得這一套法律 我們台灣沒有把它修成這樣 太可惜了 所以如果你這樣一直在批判說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可能會緩刑 那你去順著你的邏輯 然後你放棄了台灣應該要 主動的爭奪這個管轄權的一個情況 是因為你任何它適合在中國審理 那你要不要法務部我們提出一個法律修正案 就這樣啊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甚至可以到無期徒刑 現在沒有這麼講 所以要照大陸的修 沒有要照這樣講 連校不要修我們都還保留 對那部長你今天 花了好多的時間一直在批判 說一顆罰金是不對的 一顆罰金後來證明 修法後 修法後 修法後已經比較不會了 已經不會了 那你剛剛又留一個緩刑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部長你可不可以把你心中的話 講給大家聽你認為這樣